踩一下这个红玫瑰啊 哦 骑士来了 我 隔着站了 离我这么远 它能不能打到我 我正服了 又来 我踩了多小红花 至于吗 算了算了 我们走了 溜了溜了 这样摆放的话 就可以做一个汽车工作台 我们就把它放在工作台的旁边 然后来看一下 能做什么东西 全地形车 这是一个越野摩托车是吧 哎 这个可以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碰摩车 末日之中的话 我觉得碰摩车的话就算了吧 还有越野摩托 这个需要小心发动机 难道说我们这个发动机 还要自己做吗 这边还有沙地车 卡丁车 有很多车啊 兄弟们 这个越野车我觉得可以 但是它需要150个铁定 我觉得有点贵了 我们现在做不起 我觉得吧 兄弟们 我们还是坐这个全地形车吧 这个东西比较便宜一点 这些材料也不贵 我们可以收集到 首先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小型的发动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发动机怎么做 需要熔炉 还有活塞 还有红石 这些材料我们都有啊 直接做 OK 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了 小型发动机 是木质等级 这个速度并不是很快啊 但是我们还可以给它升级 我们把它做好 然后我们只需要把金子 或者钻石给它围一圈 我们就可以升级 但第一个需要升级的是石头的 我们一步一步来啊 铁发动机已就位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升级为黄金发动机 我们只能升级到黄金啊 这个速度也有很大的提升 加速是1.5 然后钻石的话 我们现在只有两颗是不够的 钻石发动机 我就等一会再做吧 我觉得黄金的也够用了 我们家里边只有两颗钻石 发动机已经做好了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车轮 轮胎 轮胎的话 我们看一下全地形轮胎 需要墨地石 哎 那就算了吧 墨地石我们肯定是没有的 然后看一下其他的 这个需要一个灰化土 这个东西就是被寄生柱感染之后 土地变成灰化土就可以获得了 但现在这个世界中还没有这个 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赛车的轮胎 需要黑色羊毛 黑色羊毛的话 我们需要黑色染料 但是染料的话 我们好像没有 而且这个世界里边是没有河流的 没有鱿鱼 那黑色染料怎么办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黑色染料啊 可以用这个东西合成 那这个的话 好像矿洞里边是有的 我记得我们之前玩一个整合包的话 这个矿洞里边是有这个东西的 那我们就下矿吧 哦 我看到了 兄弟们 是这个东西啊 应该是可以用它来合成黑色染料的 我们拿一下 回家 哎 怎么回事 啊 什么声音兄弟们 听到没有 我刚才面前出现了一个守卫者 啊 我们先合成吧 哎 又来 哎 这什么东西兄弟们 等会我查一下兄弟们 稍等我一会儿啊 我们先把轮胎做了 哇 好害怕 又来 这个东西好像对我没有什么伤害 但是 它特别恐怖 而且兄弟们能不能听到我这个音效 哦 太恐怖了 那接下来的材料我们就进 哎 哎 我的天 这 为什么在我家里边 等会等会兄弟们 我查了一下兄弟们 我们的左下角有个进度条 这个进度条呢 就是我们的理智 如果它过于低的话 我们就可能出现幻觉 啊 算了兄弟们 应该是我们在矿路里边待的时间太长了 那我们接下来建造的过程就给大家跳过一下吧 发动机放上去 车轮放上去就可以做了 兄弟们 好 全地形车已就位 然后我们再来用扳手把它打开 啊兄弟们我的全地形车好东西 哎 做错了 等会儿 哎 好了 兄弟们怎么样 哎 怎么走不了 哎 我去啊 这个东西怕不是要加油吧 没油走不了 完了 兄弟们 还有个问题啊 我把它放在家里边 我们怎么开出去啊 这完了 啊 失误了 兄弟们 不能放在家里边呀 这 完了 先不管这个了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需要加油啊 有加油站 那肯定是需要加油的 不过这个油桶什么的合成也比较简单啊 需要一些铁 铁的话我们家里边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去挖啊 铁是特别容易搞到的 那好了 我们去矿洞里边挖铁去 挖铁的话也特别简单啊 我们多做些实稿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随便找个地方直接挖就可以了 来吧 就从这里开始挖 看到没有 随便一挖 铁多的是兄弟们 这样的铁特别好搞 那下面这过程还是给大家跳过一下吧 要不然太无聊了 好的 我们挖到了很多的铁 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加油站了 先来做一个油桶 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加油站 这样的话就可以给车加油了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吧就 来 哦 哦兄弟们 我感觉好像还是不可以啊 因为它显示的是零 难道还要做这些流体提取机什么的吗 这也太麻烦了吧 流体管道 啊 算了吧兄弟们 这过程还是留在线下吧 做这些东西有点麻烦 嗯 好 啊